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宁愿他是这种人 也许我会好过一点 你既然心情不好 我敢下次再跟他吗 我现在已经很倒霉了 你不是要等到将来 我更倒霉再来笑我吗 我知道你家里发生了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心情会好 你可以生气和发火 你可以自怨自依 可是为什么你要把关心你的人拿来发泄呢 没错 以前我是一个很贪钱的人 我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你有钱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无论你是不是甘肃培的儿子 我都一样关心你 值得吗 值得吗 那天你在我家里 我们家人那样对你 我连一句话都没有帮你 还害得你被车撞到 我值得你关心吗 对 我以前对每一个人 我先要看看有没有好处 值不值得 可是我现在知道 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会再跟他去计较 算了 我们大家总算是朋友 下次我在下来的时候 我会买咖啡给你的 免得你一个人 想喝杯咖啡都没有 不要 你不要只当我是朋友 对不起 对不起 麦克尔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乳猪饭 吃完再做事 吃饭 这么晚了 对啊 对了 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啊 来 等一等 证监委员涉嫌社会案中 莲署透露已经掌握了有关的资料 将会对部分的上市公司 做出进一步的调查 而一海集团主席甘树培 在一个公开场合中 被问及对该事件看法的时候 表示不以置评 他终于自食其果了 希望这次莲署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 起诉他 如果他坐牢 真是大快人心啊 会不会坐牢我不知道 不过对他公司的股价一定有影响 棉笛 你刚刚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对啊 我学会了煮红酒烩小牛肉啊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我煮给你吃啊 应该没问题 那我煮好等你啊 麦克尔 回来了 棉笛 怎么不是成这样啊 别说那么多 来 跟我来 很合适啊 很帅啊 戴上帽子那更完美了 你弄得我像溜滑板似的干什么 你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不闷吗 男人对自己的穿着的要求 比女人简单很多嘛 你顾你自己就行了啊 你不顾女朋友的感受啊 好吧 带着到外面买个大娃娃送给你好不好 我不是要这个啊 我是希望你有改变 Mandy 我做了三十几年人了 平时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都已经有了模式了 你说偶然换一换口味都无所谓 可是说变就变也要我自己变得安心自在才行啊 你还不懂啊 我是希望你开心一点啊 我知道 你以前有很多事情不开心 你的生意每天上班像打仗一样 对你们男人需要事业需要满足感 可是也需要时间休息嘛 以前你是老板 当然没人开口说话了 那现在我是你女朋友嘛 我不希望你老是困在自己的框框里面做人 那很累的你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了 好吧 我答应你 以后每逢假期我穿成这个样子陪你出去玩 你说的啊 不过呢 今天不是假期 我想换回平常的衣服再吃饭好不好 等一等啊 我去拿照相机 干什么啊 照下来啊 将来你不认我拿给人家看 喂 Mandy 不要啊 穿成这个样子照相 Mandy 不要闹了 照什么相先吃 请问干处生先生在吗 我是 什么事 我是廉政公署调查主任冯文豪 干先生 我们怀疑你跟一宗行贿案件有关 想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我约了银行总裁吃饭 别浪费我的时间 只有干先生你肯合作 不会花你很多时间 干燕 谢谢你合作 不用客气 上次廉政公署跑来公司 照例问了几句 我以为没什么 谁知道突然间找你去问话 现在还把二叔请去协助调查 爸爸 廉政公署的矛头看来只限我们 随他们的病吧 香港是法治的社会 毫无证据能告我什么 我是怕二叔 他知道一海很多事情 他一向都跟你有心病 我怕他跟林鼠胡说八道 他如果想害我呢 十年前就报警了 干吗要等到现在 可是 我心里有数 老爷 大少爷 回来了 廉政公署查得怎么样 查什么 问来问去 还不是那几个问题 今天呢 我也被人问过了 廉政公署也找过你 不是 是杭家和那些朋友喽 他看到你跟Frankie都不在啊 所以就问我喽 原来外面有很多人呢 都很关注一海的情形 还有啊 原来有很多不利一海的消息 已经传出去了 明天一开始啊 我们的股票 不知道会跌到多少 自从这件事情曝光之后 一海的股价一直在跌 无论形象和金钱方面 对我们都不利 每一种股都有高有低嘛 有什么风吹草动 那些股民就趁机会出货了 不用担心 他们债势对我们公司 没有信心吗 那个 你给我联络传媒 说我过几天 有事情找他们帮忙 哦 知道了 联署找你去问话 没什么吧 因为十几年前 我在一海帮甘树培做个事 对一海的内部运作比较熟悉 所以联署这次找我 是想我提供一些资料给他们 那么会不会连累你啊 我又没有犯过法啊 我怕什么 那我还放心一点 对了 其实你呢 知不知道他们的糗事 知不知道要怎么样 知道指证他们 你也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吗 当然应该了 他害了那么多人 你会不会说出来 我根本并不是很清楚知道 他们有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 那实在太可惜了 不过我的直觉呢 甘树培这次一定跑不掉的 连鼠一定会抓到他 是吗 嗯 要不要上去坐坐 不要了 下次再说吧 你没什么吧 没事啊 这次的事情 你是不是真的会没事 放心吧 我会没事的 我是你女朋友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 你一定要告诉我啊 我会的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啊 我不送你上楼了 明天见 明天见 夏氏 你要不能夭壳 干先生 辣的东西啊 不是 回来看看股市 马克 咖啡 好的 咖啡 谢谢马可 夏明 怎么这么晚还没走啊 我有份报告没有做完 所以留下来了吗 惠惠没陪你吗 送她回家了 听惠惠说 你上我廉政公署 没事吧 我不知道 只是问一点资料 那我出去做事 夏明 陪我一会儿聊聊天 在廉政公署里面 我遇上甘树培 我们没有打招呼 可是我看出来 她怀疑是我指证她出来的 可是你没做过 你说的没错 其实我一直很想看看她失败的样子 本来今天我应该很高兴才对 因为我掌握了她一些很重要的资料 我肯说出来的话 廉政公署就有足够的证据 可是最后我没有说 夏明 我这样做 是不是很傻 很不对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你这样做很不对 你们毕竟是兄弟 所以你不忍心这么做 也很正常 可是我真是没用 你一向都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其实你和甘树培之间的事情 你根本没有必要向任何人交代 而且我相信 如果可以让你选的话 你一定宁愿选一个堂堂正正的方法 去迎甘树培 所以我劝你没有必要 为这件事不开心 可是 我这样做 你会不会怪我 卡梅说 有一点点啊 不过我想我了解你的感受 我先出去 最近莲淑 不断找跟我们义海有关的人问话 似乎在针对我们 爹地 我们要多花点功夫 哄住他们才行 进来 爹地 大姐姐夫 这么晚啊 找我有事啊 没有 我回来看看你们嘛 对了 不打扰你们吧 没关系 来 随便坐 不用了 爹地 最近我听到很多消息 是关于义海的 可是大部分都是负面消息 现在这种情况 一定会这样的 不过我们义海集团 根基扎实 不用理他们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消息 是关于一个华兹集团 趁着我们公司的股价大跌 大量进货 他很有可能 想收购我们义海 消息可靠不可靠 可信上都很高 在这个时候 谁都会打我们的主意 可是没那么容易 对了爸爸 严正公署是不是还老缠着你啊 我有个朋友 他是御用律师 对这类案子很有经验 不如找他帮忙 凯尔芬 这种事情 我跟Frankie会处理的 没错 这只是小事情 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可是 凯尔芬 如果你真的有心 帮爹地的话 多花点心血 办好航空公司 其他的事情 爸爸有书的 很晚了凯尔芬 你回去睡吧 免得明天上班 没有精神 好的 我知道 你慢慢聊 我走了 拜拜 我们一年才来一次 真是不孝啊 爹地妈咪不会怪我们的 大哥 廉政公署还在查你们吗 隔几天就找我上去问话 没什么进证 有件事我早就想问你了 什么事 我不是关心甘树培 我是关心大哥 你有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 是不是大哥告诉你 你就相信 是 那好 大哥没做过见不得光的事 我可以放心了 你怀疑大哥 我不是怀疑你 我是怕你在被逼的情况之下 做了你不想做的事情 傻瓜 你幻想力真丰富 你不用担心大哥的事情 有时间有精神 谈谈恋爱好了 你怕我嫁不出去 我想了一件心事 妈咪临终之前吩咐 叫我照顾你 为你找个好归宿 好让我跟妈咪有个交代 大哥 现在什么年代了 你以为还是几十年前啊 女孩子不是非要结婚 才叫做找到好归宿 像我这样 能赚钱能养自己 自由自在很好啊 你现在没男朋友 当然这么说了 谁说我没有啊 是你不知道 是谁这么倒霉 看上你这个男人头 你怎么这样说你妹妹啊 太理 正在是你 这么巧啊 本来约了朋友的 可是他临时失约 你也一个人 太好了 陪我聊聊天吧 我约了人呢 约了谁啊 我热门似的 是不是男朋友啊 不是啊 是家雄 太好了 我们可以顺便姐弟相认 可是他没有心理准备会看到你吗 免得尴尬 看来你也很关心他 我们大家总算是朋友嘛 何必大家尴尬呢 我也明白 可是他毕竟是我弟弟啊 也不能每次见面都躲着他 既然今天有机会 大家见面谈谈也好嘛 这样好了 他待会儿来呢 如果看到我的不高兴的话 我就走嘛 干吗 该睡陪的女儿 对啊 来 过去吧 你干吗 怕人家吃掉你啊 大孩子了 不要躲来躲去的嘛 说得对 不要小家子气 你好 我来给你介绍 这是我旧上司董洛言 你好 你好 这位是 甘树培是你爸爸吧 您叫我旧好了 旧 你好 你好 这位前员 我叫卓尚文 叫我卫生好了 这是我的名片 请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大中旅行社总经理 是的 你的名片呢 给人家 我也要给啊 当然了 不然一名便来干什么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你们在同一家旅行社做事啊 对啊 职位也一样啊 可是旅行社的名字 好像没听过 当然了 我们旅行社还没开张呢 我跟尚文合伙开的 他有个朋友呢 把这个公司顶给我们了 我们打算在旺季之前呢 会开张 我还为你找了份工作 明天可以去应征了 是吗 听人家说呢 办个旅行社一点都不简单 你们找到领队没有啊 我们不出团 我们主要是帮人家签证 订房间订机票之类的 佳雄跟航空公司的人很熟 所以运作上一点问题了没有 没问题 那么资金够不够啊 我自己存了二十几万 加上他那一份 不会够的 这次是全力出击 一定要成功 不过我们也信心 对不对 刚开始会辛苦一点 不过我们两个胜子很能拼 对了 明天也没空啊 到我们公司来走走 明天我不行啊 没关系 有的是机会 对吗 我在这里预祝你计划成功 谢谢 等等啊 我去叫酒 你们坐 坐坐坐 佩哥 怎么吃这么少啊 没胃口 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 老是腰酸背痛的 那么 我叫阿四煮点芸芽粥给你吃 不用不用不用了 我吃不下 弟弟啊 是不是你的风湿病发作了 天气又没变 怎么会风湿呢 爹地 病相浅中医啊 检查是身体吧 对啊 我帮你约时间好吗 随便了 爹地妈咪 周 大姐姐夫 吃饭了没有啊 还没啊 坐下来喝碗汤 去哪里了啊 跟凯莉去喝点东西 家雄也在 家雄也在 你们很熟吗 不是啊 刚好遇上 不过家雄很能干啊 他打算跟另外一个朋友呢 做生意 不过资金呢 好像紧了一点 经营上可能有点问题 两个人 可以做什么生意啊 听说好像是做旅行社的 佩哥 找我有事吗 你给我查一查 家雄那家旅行社在哪里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帮他一下 还有 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我知道怎么做了 灰灰啊 一人一碗把他喝掉 不然妈要到了 哎呀 又这么大碗汤啊 哎呀 每天煮那么多 要我们来解决 叫妈以后 不要煮那么多了 好不好 不要了 让他煮吧 他只是想为凯莫 做点事嘛 我真搞不懂 煮汤跟为凯莫 做事有什么关系呢 妈妈心想 凯莫随时都会上来吃饭 所以每天煮汤等他了 哎呀 我真不明白 妈他怎么想 小弟为他做那么多事情 他假装没有看见 这个凯莫如猪如宝一样 我真为小弟布置 你别这么说嘛 其实妈他是内疚啊 你想想 凯莫从小就送给别人一样 他想为凯莫 做点事情 也是有道理的 其实妈也很疼小弟啊 上次小弟出事 妈为他奔跑 又为他担心 我不喝了 我喝不下了 你慢慢喝吧 哎 大姐啊 干脆叫凯莫上来吃饭 好不好 千万不要啊 上次我约他 我看他的样子 好像不太愿意 我们再等一等吧 也许过一阵子 他自己会上来 你别这么傻了 你约过他 他不上来 就以后再也不会上来呢 如果不给他点压力了 我们只会白等 对不对啊 可是也要体谅他嘛 可能跟我们见面 真的会影响他 和干家的关系 好啊 怕影响干家的关系 就不怕影响 我们的关系了 你想想 我们跟他见过几次面呢 可是他和干家 二十几年的感情 很难怪他的 这种事情急不来等等嘛 嗨 二姐也不叫一声啊 对不起我来晚了 今天我陪妈去菜市场买菜 她说煮了青红萝卜猪脚汤 妈煮汤很好喝 不好意思 你今天约我出来 是不是有什么要件事 没有 我想请你回家吃饭 吃饭 妈每天煮一大锅汤 每天希望你回来吃饭 可是每次呢都很失望 虽然她没什么表示 可是我看得出 怎么样 你决定什么时候回家吃饭 我不是不想去 不过真难忙 凯文 你别用这种借口了 我跟大姐不一样 大姐她寻寻善用 可是我呢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如果你不愿意呢 我不会逼你的 可是我希望 你的态度明确一点 要么你就爽爽快快地拒绝嘛 不要害她每天等你 OK 我不是逼你现在的决定 不过我希望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你还不叫吃饭 不用了 我回家吃饭 拜拜 董先生呢 根先生 董先生刚刚被廉政公署带走了 大姐 什么事 姐夫被廉政公署带回去了吗 我们继续再说 外面是开放室办公室 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大声呢 对不起 我只是担心姐夫 我已经叫律师去廉政公署一趟了 了解这件事情 那你通知爹地没有 凯尔夫 我说过很多次了 事情我会处理的 不用你教我怎么做 老师 开放室 你来了 是啊 爸爸的身体检查完没有 刚刚检查完 找他有事吗 哦 我想通知他 姐夫被廉政公署带走了 这件事情裴哥已经知道了 你放心吧 他自有分寸 还有什么事 我想见他 这样吧 你在这里坐一下 我通知裴哥好了 好的 谢谢包叔 不用 开尔夫 你来了 马叔 怎么样 我爹地没什么问题吧 问题不是很大 他只不过长了几颗肾石 不用开刀 做个激光手术 就可以清除了 不用担心 谢谢你 马叔叔 小意思 记住提醒你爸爸 早点做手术 小病脱久了 也会变成大病的 好的 我会了 我真是羡慕裴哥 有个这么孝顺的儿子 老婆 给我打电话回公司 是 裴哥 喂 玫瑾 福安可以回来没有 还没有啊 什么 连交所要停我牌 我马上回来 来 阿宝 给我叫车 是 裴哥 凯芬在外面等你啊 知道什么事啊 我看他想关心公司的事情吧 看他好像很紧张 公司现在有很多事情 不需要他知道 叫他回去吧 可是 他就在外面呢 没关系了 怎么样 一个人在外面住 习不习惯 也没什么不习惯 那个房子环境不错 不过外面的食物 吃得太多不好啊 这样好了 今晚回家吃吧 今晚 今晚不行 我约了人 你还跟姓孙的 那个女孩子来往吗 很好啊 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这种事我管不了了 爹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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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玩得精心点啊 要不要试试北京烤鸭 我无所谓 父亲病 干什么 你不开心啊 没有啊 是不是在担心伯父 她的事情 根本能不得我管 嗯 真可惜啊 这里没有八宝饭 不然的话 我一定叫给你尝尝 八宝饭 是什么 新鲜糯米 加上红豆 做成的甜饭 以前我妈尝尝煮给我吃的 她很疼你啊 对啊 她的确很疼我 如果她现在还在的话 我一定会很孝顺她 其实每一个父母呢 都会很疼自己的孩子的 你又想说什么 Mandy跟我说 伯母很响应呢 老人家常说呢 出去吃饭会吃到很多味精 对身体没好处 你有没有兴趣吃家里的饭呢 妈 妈 小弟说跟大头文谈事情吗 你干嘛煮这么多菜嘛 我们才三个人 吃饭吧 菜市场便宜 我不小心买多了点 菜要新鲜煮了才会好吃的 妈 你不是每天都不小心买这么多菜吧 你是不是在想万一凯夫上来多点汤喝多点菜吃啊 卉卉啊 是事实嘛 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已经找过她了 如果她来的话 早就来了 我觉得她根本不希望跟我们有什么瓜哥 妈 你别这么傻了 我也知道我这么做很傻 小毛一下子接受不了 不想来见我们是很正常的 我以后少买一点吧 妈 对不起 妈 伯母 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吃一顿饭 可以 请随便 盘到了 我去拿碗筷吧 我去拿好了 你坐吧 陪她们聊聊天 怎么样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忙 不用了 你出去坐吧 伯母好像想跟挑分聊一聊 我不想妨碍他们 我帮你把碗擦一擦 好啊 用那块布吧 好 是你叫凯夫上来的 如果凯夫不想来的话 不管是谁叫她都不会来的 我知道是你劝她来的 谢谢你 干嘛这么客气吗 我也没有做过什么 达娜 我以前那样说你 你不介意吧 大家的原则不同吗 想想我以前那个样子 也活该 让你这么说啊 这个当然了 不过世界会变的 我没想到发生这么多事情 你还在凯夫身边 你现在是在夸我 还是在求我 你想想啊 我有东西还给你 这张呢是你出生证明 还给你自己保管 这些衣服是我小时候穿的 是啊 行 还有这个小车 你记得吗 小时候啊 你最喜欢玩它了 每次你出门呢 都带着它 还有这架飞机啊 也求了我好多次 才买给你的 还有啊 这些季木啊 你每次玩它 连饭都不吃啊 你把我小时候的东西 全都留起来 是啊 啊 对了 最近我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 有时候想喝一点汤 都非常困难 你喜欢的话 尝尝上来吃饭吧 我记得你小时候 很喜欢喝冬瓜汤的 我现在还很喜欢喝 谢谢您吧 傻孩子 老实说谢谢 我希望大家弄清楚一件事情 现在不是外人 对我们公司没有信心 是在座的你们三位 对我们公司没信心 哎呀老干啊 你要明白啊 我们不是说要埋怨你什么 你想一想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这几个董事 哪里怀疑过你的办事方式呢 不过这次连任公主查上门 的确是真事实啊 好 我来告诉你们 什么是事实 事实是当年我辛辛苦苦 把一海推上市 你们今天才可以年年分红 年年发财 事实是连任公主到现在 毫无证据 所以我没怕过 我就是知道你不会怕 不过我们怕你辛苦 对呀 反正你最近身体又不是很好 不如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 对呀 那这孩子长大了 你何必这么执着呢 对呀 今天在这里 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解决 如果到时候解决不了的话 我把主席的位子让出来 进来 你回来了 爹爹 你找我 有没有问题 爹爹 你放心 我说得很小心 过来喝杯酒 爹爹爹有没有问你测量报告的问题 我说早点丢了 至于测量师阿平 我说他全家已经移民去美国 我根本没跟他联络 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说得好 今天公司那些董事给我压力 说如果埃歇西要起诉我的话 就要让我让出主席的位子 爹爹 您放心 那份测量报告虽然可以证明我们 以地狱试驾的假期 把永岳大厦卖给刘太太 可是现在这份报告已经不存在 联署根本没证据起诉你 我打算在南非投资做点小生意 可是我要找一个我能信得过的人 你要我过去 你在公司做了那么多年都没放过假 这次就当你休息一下 你放心吧 三五年之后你回来 还是我们公司总经理 可是爹爹 我这样离开 不等于告诉林淑我有问题 不畏罪潜逃 等于我默认了所有事情 我知道这次很难为你 可是你跟我都没有选择呀 刚刚跟爹爹谈什么 谈过事 今天做事很辛苦啊 我帮你放水洗澡吧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很重要吗 爹爹叫我去外国躲一躲 也就是说 要我转移廉政公署的实信 而且这两三年内都不可以回来 真的 我真是没想到爹爹会这样对我 也许爹爹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呢 什么时候出发 连你也在乘我走啊 现在廉政公署一直盯着公司 公司不可以少了爹爹的 你也应该以大局为重啊 为了公司就把我牺牲啊 你放了那么多的心血在公司上 你也不希望他出事啊 而且两三年之后你再回来 总经理的位子一定还是你做呀 再说我还可以去看你啊 再不然的话 我陪你一起过去啊 既然你这么说 我也无话可说了 我们也是没办法 Frankie 我明白 去放水给我洗澡吧 裴哥 裴哥 裴哥给你上飞接了没有 你放心 他现在可能在南风上空了 裴哥 我已经替你介绍生意 给家兄的公司做了 以后每个月应该有钱赚呢 很好 阿宝 你在这儿等等我 哦 谢谢 等朋友啊 是的 咱应该就快到了 今天一定很失望了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无论你跟连政公主说了些什么 我都会没事 是 你不要以为派你女婿出去公干 把事情全推在她身上 转移连政公主的事件 你就可以安枕无忧 不 启居宝帅这一招 不是每次都行得通 你这次没事 是你运气好 好的运气我一直都有 不过最重要的 是我有实力 我提醒你一句 你不一定永远都这么好运 好 对 这里这里这里 对了对了中间点 过去点过去点过去点 对了就这里 过去点过去点 好了 终于搞好了 把话贴好 很好 很好 你又坐着啊 什么 从我们做生意 从选地点到装潢 全部都是我做 你只会坐在那里 你好不好意思啊 不不不 我是大股东啊 你多做一点点嘛 不过呢 你跟机场的人很熟 所以我们合作做事一定成功 对不对 你命好 有Apple留下保险金给你 你才会这么丰收 你别臭我啊 担心我揍你啊 我看你那位董小姐 很有潜质啊 找到就最好了 来了 一说就到 你好 你好 终于找到你们公司了 找得真辛苦 很难找吧 不可能啊 你们有地址啊 P32吗 是P32啊 没错啊 对啊 没错 你不觉得这地方很偏僻吗 好像没什么人经过 哎呀 不偏僻了小姐 几千块租入这种店子 还想怎么样啊 要不想前面是迷敦道 那右面那是大饭店啊 老实说啊 就说得很有道理啊 你们的店在这种角落里 又没有什么人经过 会不会没有什么生意啊 那怎么会没生意啊 刚刚还接到一笔啊 有家贸易公司的负责人上门 找我们订机票 给他们员工出外公盖 是大生意啊 可有得赚啊 对吧 贾雄 对啊 那个公司靠不靠得住啊 会不会倒过来骗你们呢 应该靠得住啊 我也听过他们公司 叫做红运贸易 红运贸易 对啊 会反应这么大 这生意是不是你们自己找回来的 不是啊 今天才开店 他就跑来说要买机票了 不是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 没什么 周啊 有什么不怕说嘛 你不希望他们被骗吧 对啊 生意是我接的 你告诉我啊 这公司好像是报叔出钱 给他的什么亲戚开的 怎么这么巧 他们主动找上门呢 不知道是不是爸爸 特地叫报叔帮你们呢 因为我曾经跟爸爸提过 你们开公司的时候 手上的资金不太够 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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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家雄 你这么冲着干吗 人家介绍客户给你嘛 也要出了机票给人家 才能赚到钱嘛 你又不是不做事 干什么 想跟人家吵架 想找人打他 别乱来 他是你爸爸 当心雷公批啊 我再说一遍 他不是我爸爸 我没这种爸爸 哎呀 不就得了 你还上去找他干什么呀 回去吧 我不回去啊 我想告诉他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需要他这样子 偷偷地帮我 喂 江兄 尚文 你不要贪这种小便宜 不是啊 你看看 我可以贪他 吧 那你去哪个人 停下来了 我跟他 大気 moy得了 那就不像 那我 准备到别人 那你算了吧 我跟他看开 你已经在那里了 我给你个人 他有一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